世界上真的有长成这个样子的鱼吗 去年在收藏品店发现了这个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淡水鱼的雕像以后 就开始带女朋友在国内到处寻找 终于在东北的深山溪流里找到了她的踪迹 结果一个成都钓友找到了我 说我们钓的是小崽 这种鱼长大以后才是最美的 她说她知道在四川峨眉山深山溪流里有很多巨石 石头下的深寒里就藏着很多大个体的这种鱼 但是想钓到就必须徒步进山 虽然路途非常艰辛 但为了一睹真容 我立马带雨泉从广东再去成都找她 我就很好奇于一面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 自己慢慢地探吧 从对面吧 这真的是四点了 我刚走了多少条山路 然后那个烂道竹林到这里 你之前来这边鱼口好吗 可以 反正就是鱼干的那种是这么长 像这种稀有的鱼 这么大就很难得了 这么大我记得网上得卖小1000块钱一条了 路边有个不起眼的草丛后面 藏着一段废弃的老台景 钓友说爬下去就能到那条溪流旁了 但要非常小心 因为这里潮湿阴冷台阶很滑 还不到脚掌块 万一滑下去就停下来了 爬了半个小时终于下来了 但估计是我们动静太大 鱼很快就躲起来了 钓友说没关系 这一路还有无数这样不起眼的水坛 每个水坛的石头下面都会长雨 在暗处附近顺着水流游下来的小鱼 所以钓法很简单 用这种长得像小鱼一样的夹 模仿经过的小鱼 吸引石头下的大雨进口 一个水坛子 收一两个 没有就马上换下一个坛子 这种钓法就是比较辛苦啊 得不停地爬石头找坛子 你说我啊跟着你这两年 不是进深山老林就是下海的 我今天早上连床都没来得及 你看我这气色都可不好啊 辛苦抱抱了 前面又是一个坛子 但这种没有流水的坛子 一定要很安静 不然鱼就很容易受惊 要是说我们三个人动静太大了 这种进水啊 鱼就很容易察觉到危险 这种流水处就好很多 有流水声掩护鱼就傻很多 要是说这种地方是绝佳的钓点 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 感觉这里很浅不会有鱼 但其实因为太清澈了 这里下面至少有一米深 很多没有经验的人路过 可能不知道 他就错过了 刚刚那个钓点还不算啥 你看这个 要是说这种钓点下面 他都钓到过鱼了 看起来像是个死水坛子 那其实是和组合到连在一起的 所以也会有鱼呆着 四川这边钓点就是这么有意思 全是这种看起来没鱼的地方 往往是最藏匿的 走 我钓鱼了 你有病啊 你这有点太过分了 我再钓鱼这样吗 但你这脚子也太过分了 哦 里面还挺深啊 那确实可以钓一钓 钓了大半天 一路上鱼是看到了不少 但是一口也不停 钓友也觉得奇怪 说可能是我们人太多 这里的鱼太精太敏感 说它一个人去前面 帮我们探探路 看能不能钓到 我已经爬了很远很远很远 每个坑的都有就是 瘦条很远条的 他只睡我了 我们经过的所有点 也都全是鱼 看到鱼在游了 就是不要 那种人一般人说 从来也不这样 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就是等天黑以后 鱼警惕性弱了以后 胖胖运气了 虽然会有些危险 但走了这么远的路 熬一下可惜 郭老师说说你这个劲儿 还是要 啊 啊 终于一声 天了我弟吗 我 我 他在摔跤 太滑了 哇 三女啊 这就会有三女 哇 哈哈 哈哈 哟 拿这种鱼 一两手沾点水 手就凉一点 不然手会烫伤它 这就是最美的淡水鱼三女座 但钓友说 这一条的斑纹 还不是最清晰 最显艳的 钓友让我们赶紧钓 有一只咬钩呢 剩下的肯定也会咬 哎 谁咬 这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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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咬了 这时我摸到了一个 又圆又连的东西 我还以为是青蛙 啊 哇 蝙蝠 挖了个蝙蝠 我的妈呀 剪线 剪线 要咬我的线 哎呦 我吐了 啊 哇 哇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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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啥呀 我做你瓦的 做你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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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瓦的上个蝙蝠咋着啊 我可能会扔杆子 啊 干嘛 快点 干嘛 咋了 有有有 我我我拍 哇 又来一只 你没法钓了 你还钓吗 哈哈 哈哈 要有数啊 这是遇到蝙蝠拳的呀 没办法的呀 兄弟们 你要紧 撤了撤了 这边咬一口 那不是要挺梗的 爬了一天的石头 钓俩这破笔完呀 嗨 你是不是也听过 职业钓鱼人非常挣钱 因为国内大大小小的钓鱼比赛 奖金少则几钱 多则上万 还有百万元奖金的钓鱼比赛 不仅能天天钓鱼 而且还不耽误挣钱 你说这谁不羡慕 正好这两天 在广东广州举办了一场 奖金总额 接近10万元的海钓比赛 而且不需要报名费 这便宜不占白不占 我立马带雨拳 从泰国飞回广州 碰碰运气 看看这次 究竟能不能赚上一笔 喂 这次比赛很有意思啊 总共有10艘船嘛 然后每艘船就一队 一队有5个人 那还有3个人在咱们一队 啊 谁也不敢投赖 跟咱俩一队 都不完了吗 不知道啊 路人局 希望他们不认识咱俩 不然都打击人自信心 这次比赛规则也很有意思 只要钓上来的鱼 超过20厘米的都算数 不管什么鱼重 也不管钓法 然后最后比鱼的总重量就行了 所以你看啊 这次各种鱼饵啊 勾造全带了 怪不得你带了这么多东西啊 该说不说这车挺能装的 那可不 咱们赶紧出发吧 这名字我喜欢 菁英邀请菜 是菁英邀请的你 不是邀请的我们是菁英 邀请人叫菁英 邀请人不是 海参炒面 海参炒的面 不是海参炒面 就在这时 同样参加比赛的朋友也发来消息 说我们被分到的是躺赢的 大神驻场 哎呀嘛 这不是抱伤大腿呢 看来钓友都没刷到过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样没有压力 让他们自由发挥 我们混吃等死 比赛是要开启 香港附近的一片海域 据说那片鱼非常好料 刚才和钓友这么商量了一下 因为这种赛制 主要还是靠小鱼获胜 毕竟小鱼多大鱼少嘛 但是一条大鱼用的翻盘 所以一个人抽铁板钓大鱼 其他人挂了狭肉 钓小鱼 你谁钓大鱼啊 我钓啊 那是你钓大鱼 我钓小鱼啊 这个抽一下老累了 而且不一定种鱼啊 我又不建议 哎呀你建议 你就是故意的 你就是想自己钓大鱼是不是 你误会我 但是今天的鱼情 好像还真是很强 小鱼都没有 不是来一口 我这个是比赛 这个不是闹着玩 小鱼钓不到 那就证明大鱼来了呀 这时候就得抽铁板 海底小鱼都躲起来了 那么咱们就把这种 长得像鱼一样的铁板丢下去 就这么不停的动 大鱼见到肯定就咬了呀 诶 使劲抽啊 抽得越快大鱼越兴奋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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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了一个多小时 鱼毛都没见到 船长说今天的鱼情 真的是奇差无比 旁边的船是一条没有 今天这个架势搞不好是能得 没有人钓上鱼啊 哈哈哈哈 对刚刚那个旁边那几条船 都一条没上啊 对啊 钓上一两条就能得冠军了 还从满头上来的时候 一点信息都没有 我现在有一家来劲了 我这家还是有劲 冠军来的 冠军三万 多少钱 三万 冠军三万 哎呦我这一块 哈哈哈哈 你去整啊 船长说带我们开到更银更少的地方 碰碰运气 虽然有些浪费比赛时间 但有机会不能 来了 哇第一条 这个已经够了 20厘米够了 记录成绩了 我看来一局情分啊 你们接着加油 我去给你们补大鱼 又来 又来 哈哈哈哈 越钓越大 整个我有点想跟你们一起钓了 我那里毛线都没有 哇可以啊 还吃斑呢 这个体可以啊 还胖还压秤呢 来了 大不大了 哇可以啊 这换黄金还行还行 不小 能多钓一条 军军又进了油 要上十一条 千三啊 千三啊 这有希望 船长说我们目前是钓的最好的一艘船 你带着奖金我就想好咋活啊 哈哈哈哈 别投你那份 不行啊 我也来玩了 哈哈哈哈 这大鱼应该是没戏了 哦 哇 这么大鱼 有 有出电影啊 中了 哇一来就中了 这个不小啊呀 这叫菠萝机是吧 挺好看 但是太小了 这咋越来越小呢 哇 这还能再小一点吗 啊 啊 还有没有底线呢 还能更惨点吗 我拖几个口 嗯 这样 这咋我一下段 还给一下没了呢 好收工收工 嗯 然后再讲 结束了 啊结束了 已经两点钟了 两点了 咱们钓六个小时 钓六个小时 就钓这点玩啊 但船长叫我们别担心 因为今天渔情很差 大家估计都差不多 没准我们的渔货 算很好的了 终于回到码头了 其他船也回来了 嗯 放心 这这渔行 别的船也钓不上什么好玩意儿 啊 很早 为什么 哈哈 为什么有大鱼啊 这么大 这是最小的 啊 什么 这是最小的 最小的 我们本来就想钓两条这些 已经 已经可以拿第一第二了吧 谁知道 越第二越多 越第二越多 我们连一条这么大的都没有 但这毕竟是钓的最好的一艘船 第一名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整个第二第三 万万没想到 到头来还真拿了个第一 嗯 倒数第一 虽然大家今天都钓的不太好 但我们也钓的太差 哈哈哈哈哈哈 太丢了 撤了撤了 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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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